大家好 我是散中观人 用最正经的方式讲述喜欢的电影故事 这期的观说电影继续来说经典冒险贪宝电影 木耐伊系列的第二部 五千年前一个骁勇山峰的武士摩歇大帝四处征战想要统治世界 没想到在攻打埃及迪比斯的时候被打的丢盔棋甲 撤退到了阿姆谢沙漠 他的士兵们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摩歇大帝很不甘心 于是向死神阿努比斯发誓只要饶过他并且帮助他打败敌人 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灵魂 阿努比斯觉得摩歇大帝的这个诅咒很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欣然接受 在阿姆谢沙漠赐给了他一片绿洲以及一批死神军团 摩歇大帝带领军团轻而易举的战胜了敌人 阿努比斯也按照合同把他的灵魂收集了起来 死神军团也化为飞沙沉睡在了地下 按照埃及诅咒的一贯特性 这个诅咒还存了一个副作用 就是一旦有人找到阿姆谢绿洲杀死摩歇大帝 就能继承他的死神军团 可以带着军团征服世界 或者选择让军团返回地狱 时间来到了1933年 自从上一步经历了埃及历险 欧康娜和小薇返回伦敦结婚 并生下了一个孩子 埃里克斯 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最近 小薇老是梦到埃及的场景 仿佛是他前世的记忆 为了查明真相 一家人又一次踏上了盗墓之旅 埃里克斯发现 古墓墙壁上的图案 和老八手臂上的纹身很像 欧康娜听到后并没有在意 让他在外面看守 自己和小薇到下面挖宝 小薇看到眼前熟悉的场景 一段记忆瞬间被激活 自己好像来过这里 凭借记忆 不知不觉中 把古墓的门一一打开 这边 另外三个盗墓贼也来到这里 埃里克斯通过他们的对话 得知他们是来对付老八的 藏起来之后 用弹弓捉弄了他们一把 其中一个胡子哥 神神叨叨地说 埃里克斯一阵头笑 打算顾忌充施的时候 凡被胡子哥发现 准备教训他一番 小薇和欧康娜在一个箱子里面 发现了死神手镯 一个盗墓贼找到他们后 正要开枪 突然整个墓穴一阵晃动 小薇这次想起来去翻看说明书 原来这个手镯被吓了诅咒 凡打扰手镯者 逼引尼洛河之水 听起来好像没那么早 话音未落 墙壁突然坦塌 洪水灌了进来 盗墓贼吓得急忙逃走 胡子哥踢断架子 困住埃里克斯 然后和同伴一起逃走 小薇和欧康娜被洪水冲走 困在了墓穴内 埃里克斯 眼看墓架难以支撑 急忙跳了下来 一不小心 弄倒了一个大柱子 柱子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不过刚好 最后一个柱子倒下的时候 砸破墙壁 把困住的小薇和欧康娜解救了出来 亡灵支撑这边 包工头带着工程队 正在挖掘东西 这个项目的包工头总共有三个 策划人 大英博物馆馆长 安保负责人大个子 和技术指导 安松娜的转世 其中安松娜的转世 和小薇有着共同的属性 都能回忆起前世的一些事情 在他的精确指导下 工程队 顺利找到了亡灵黑金 和太阳金金 以及已经变成琥珀的伊莫顿 他们的目的是 想让伊莫顿杀死摩西大帝 然后带领死神军团 统治世界 那三个盗墓贼 正是馆长派出去的雇佣兵 目的就是找到死神手镯 因为手镯可以带领他们 找到摩西大帝 而且可以释放死神军团 馆长看他们任务失败 又在这里胡搅蛮缠 派他们去执行另一项任务 手镯的事情亲自就完成 小薇和欧康娜刚回到家 准备温存一下 发现家里有陌生女人的内衣 欧康娜第一时间想到 肯定是乔纳森点的外卖 埃里克斯好奇的打开箱子 看到手镯后 有好奇的戴在手上 突然显示出一段全息投影画面 仿佛是在给他指路 之后发现 手镯已经锁在了手上 无法取向 埃里克斯怕被妈妈责骂 随手拿一个手办 放在了箱子里 裹不出欧康娜所料 乔纳森确实点了外卖 正在和美女吹牛的时候 被馆长的手下抓住 馆长以为她是欧康娜 抢过她的金色手杖 认出这就是传说中的审判之矛 然后和安苏娜的转世 一起避问她手镯的下落 紧急时刻 欧康娜破门而入 和他们一阵打斗 乔纳森趁乱夺回手杖 和欧康娜一起跳窗逃走 这边 大个子带领手下 去围攻小薇 准备抢走手镯 紧急时刻 卡洛斯现身 小薇自从经历埃及之旅后 也学会了一些拳脚功夫 但在众人的围攻下 箱子和人还是被带走 大个子伸手不凡 眼看手下得手 一道划上卡洛斯帅气离场 卡洛斯把馆长挖出一幕盾的事情 告诉了他们 下一步 就是利用手镯去找摩西大帝 正在大家担心的时候 埃里克斯伸出手 说他们并没有拿走手镯 然后 一帮人赶往大英博物馆去救回小薇 卡洛斯无意间 看到欧康娜手臂上的门身 告诉他 那是法老侍卫的标记 也就是说 欧康娜是法老侍卫的后代 欧康娜听到后并不相信 这个标记 是当初自己在开罗孤儿院时候印上的 馆长在红衣武士的护法下 朗读王林黑金 又一次把伊莫顿复活 得知现在是先年 知道 正是杀死摩西大帝的好时机 这样 就能带领死神军团 统治世界 看到安苏娜的转世后 更是暗自高兴 这一下 终于可以 事业和爱情双丰收 馆长和大个子 打算再给伊莫顿一个惊喜 把死神手镯送给他 打开箱子后 瞬间傻眼 大个子一下子想到 肯定是小鬼埃里克斯干的 伊莫顿看到小薇被抓到 打算让手下烧死他 献祭 紧急时刻 欧康娜冲过来 一把就走 凯罗斯在楼上火力掩护 伊莫顿看对方战斗力惊人 用法术复活几个木乃伊侍卫 加入战斗 欧康娜他们看到后 急忙逃走 乔纳森听到打揍声 正要启动汽车 慌乱中钥匙断在了里面 无奈之下 搞来了一辆双层巴士 带着众人离开 木乃伊侍卫上天入地 不停追击 火力难以压制 迅速追了过来 双方开始近身若薄 欧康娜装弯弹 正要开枪 反被木乃伊 一巴掌打落在地 这边 木乃伊伸出指甲 划伤了卡洛斯 眼看卡洛斯就要被KO 小薇捡起枪 一枪干掉 欧康娜被木乃伊缠住 无法施展 灵机一动 使出了插眼术 突然看到前方进入了隧道 急忙把木乃伊打到一边 翻身卧倒 巴士的上层 瞬间被隧道削平 木乃伊彻底挂掉 救援行动顺利完成 小薇和欧康娜正要温存一下 大个子冒出来 抓走了埃里克斯 伊莫顿抓他的目的 是想在守着的指引下 找到去往阿姆歇绿猪的路 然后就能亲手杀死摩西大帝 获得他的装备去统治世界 说完自己伟大的梦想后 情不自禁的 和安苏娜转世 啃在了一起 之后 一群人乘坐火车 赶往卡纳克 埃里克斯各种捣乱 延迟他们的行进速度 好让小薇他们 能及时赶上 伊莫顿告诉他 戴上手镯后 如果七天内 盗不了阿姆歇金字塔 必死无疑 三个盗姆贼 根据馆长的指示 找到了那个被诅咒的箱子 也就是第一步中 那个乘放王林黑金的箱子 箱子上写着 开箱者必死 胡子哥说 并不愿打开 带头大哥想坐地起家 不然就把箱子出卖给别人 安苏娜看他们这么难缠 诱骗他们 进入了伊莫顿的房间 胡子哥看房间诡异 说 伊莫顿突然出现 吓得他们鬼哭浪嚎 安苏娜趁机 又使他们打开箱子 因为根据诅咒的设定 伊莫顿只有吸取 打开箱的人的血肉 才能恢复肉身 所以 必须要有人开箱才行 这三个盗墓贼 就成为了祭品 根据之前的全息投影显示 伊莫顿下一站 要去往卡纳克 为了能尽快赶过去 奥康娜找到自己的老朋友 大金牙 准备乘坐他自制的飞船 大金牙本不打算参与这个项目 因为之前被奥康娜坑过一次 但看到黄金手账号 欣然同意 卡洛斯找来了12只法老师为队长 一路跟在他们后面 因为一旦摩西大帝被释放 死神军团将再现人间 必须和他们一站 他们之间的通讯工具 就是卡洛斯的这只应销 大金牙的自制飞船果然好使 行驶在星空下 如同在大海上乘风破浪一般 埃里克斯在大个子面前一阵捣乱 大个子忍无可忍 但现在需要他指路不能杀他 埃里克斯假装上厕所 趁机从下水道逃了出来 伊莫顿吸收完胶原蛋白后 法力恢复了很多 轻而易举的找到了埃里克斯 然后开始施法 试着找回安苏娜的记忆 另一边 随着小薇接近伊莫顿他们 也开始想起了前世的一些记忆 原来他前世是法老的女儿 在法老选择手足看护人 和自己的保护人的时候 小薇和安苏娜曾经比划过一番 根据规则 胜利者负责保护法老的安全 失败者就会成为手足的看守人 最终小薇输给了安苏娜 成为了手足看守人 所以在影片开头 他能清晰地记得手足的安放位置 当时的安苏娜和伊莫顿 就有了一些不正当的互动 小薇根据女人的直觉判断 这里面肯定有事 果不其然 在伊莫顿和安苏娜私会的时候 正是小薇发现了他们 看到父亲被杀 也是他让侍卫去捉奸 随着招婚仪式结束 安苏娜的魂魄终于被成功召回 凯洛斯德指小薇的前世是法老女儿的时候 更缺陷了自己的判断 欧康娜就是法老侍卫的后代 命中注定是来保护公主的 而他们的儿子就是阿姆谢的向导 埃里克斯一路留下标记 引导小薇他们 伊莫顿德之后 操控河水去袭击飞船 大金牙看到后急忙加速 一番飞行之后 终于看到了阿姆谢旅舟 正在此时 水流再次袭来 把整个飞船拍落在了森林里 幸好无人伤亡 欧康娜决定 让大金牙留下了修理飞船 其他人一起去追 凯洛斯刚把营销送出去 准备通知其他侍卫队长 打个子看到后 一枪打了下来 凯洛斯决定先帮奥康娜找到儿子 然后亲自去通知12只队长 打个子看金字塔就在前面 已经不需要阿里克斯指路 迫不及待的去找他 准备抢回手镯后就杀了他 突然森林里跳出了一伙小矮人 袭击他们 欧康娜听到动静后 和凯洛斯一起追了上去 小薇和乔纳森在高处掩护 眼看大个子要追上阿里克斯 紧急时刻 欧康娜跳出来 一把包走 卡洛斯围抱一箭之仇 留下了独占大个子 最终把他干掉 矮人木乃伊战斗力惊人 把红衣武士打得落花流水 刺散逃走 欧康娜一行人 刚救出阿里克斯 一大群小矮人便追了上来 欧康娜点燃炸弹引线 扔过去准备炸断木桥 小矮人以为是火炬 纷纷争强 随着一声爆炸 木桥断裂 小矮人一个个坠落悬崖 太阳即将升起 欧康娜急慢抱起阿里克斯 向金字塔跑去 终于在最后一刻 摆脱了死神手镯 小微正高兴的时候 安苏娜突然出现 一刀捅死了他 然后和伊莫顿扬长而去 走进了金字塔 两人刚进去 阿努比斯神像突然启动 收走了伊莫顿身上的法力 阿努比斯 是想让他以凡人之躯 对抗摩西大帝 这样才有资格继承死神军团 馆长看到地上的手镯后 捡起来戴在自己手上 用它召唤出了死神军团 去阻止法老侍卫 欧康娜一阵伤心后 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干掉伊莫顿 乔纳森留下来安慰埃里克斯 说小微一定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就像书上书的一样 埃里克斯听到书字 突然想起来 亡灵黑金在安苏娜的手上 只要拿到书 就能复活猛猛 于是和乔纳森跑进金字塔 乔纳森顾忌重施 一招调虎离山 把安苏娜引到一边 埃里克斯悄悄去走亡灵黑金 准备复活小微 馆长释放完死神军团后 一只手被困在了里面 突然听到里面一阵响动 原来有东西 把他的手当鸡爪给啃了 外面 卡罗斯带领示威军团 和死神军团一阵打杀 伊莫顿敲向铜锣 想要唤醒摩西大帝 欧康娜追上来 和他站坐一团 伊莫顿虽然没了法力 无力之还是相当惊人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乔纳森一边和安苏娜打斗 一边协助埃里克斯 读取亡灵黑金 终于复活了小微 小微让乔纳森带着埃里克斯离开 自己留下来 对战安苏娜 这么多人在加门口闹腾 摩西大帝终于被吵醒 正要发泄一下起床气的时候 伊莫顿利用自己的母语优势 说自己是大帝的仆人 欧康娜才是共同的敌人 摩西大帝听到熟悉的响音 想也没想的去干欧康娜 欧康娜难以抵挡 拔腿鞭炮 此时 官长刚好路过 摩西大帝二号不说 抓起他一把撕碎 卡洛斯带领大军一番战斗 终于把死神军团干掉 这样开派对庆祝的时候 突然发现 又有一大群黑压压的追了过来 欧康娜偶然间看到墙上的壁画 自己手臂上的纹身 和法老侍卫的果然一致 墙壁上描述的是 侍卫用审判之矛 杀死摩西大帝的情景 这才意识到 自己真的是法老侍卫的后代 而乔纳森的手杖 竟然是一把长矛 乔纳森得知后 急忙开启长矛 扔给欧康娜 万万没想到 被依摩顿半路截狐 依摩顿趁着摩西大帝 和欧康娜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一毛偷过去 想偷袭摩西大帝 欧康娜眼急受快 也来了个半路截狐 抓起长矛 捅死了摩西大帝 这边 做好战斗准备的法老侍卫们 正要迎接新一轮的战斗 欧康娜大喊一声 让军队退回地狱 一时间死神军团化为飞灰 金字塔妹 煞时间一阵晃动 眼看就塌陷 欧康娜和一毛顿 被亡灵成灵的鬼魂抓住 小微看到后 二话不说 前去解救欧康娜 一毛顿本以为 自己的爱人安苏娜 也一定会来救自己 但万万没想到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安苏娜 看到面前这么危险 吓得急忙逃走 一毛顿看到眼前这一幕 彻底绝望 松手跌入地狱之中 安苏娜 由于慌不择路 不小心跌入柴盆 被蝎子淹没 随着摩西大帝的死亡 整片绿洲 即将被死神阿努比斯收回 紧急时刻 大金牙开着飞船 过来营救他们 乔拉森看到金字塔顶的大钻石 随手顺走 之后 一些人乘坐飞船 飞出了沙漠 木乃伊第二部 上映于2001年 制作预算9800万美元 全球票房4.3亿美元 可谓是大赚一笔 早在第一部上映的时候 环球影业的老总 就已经开始了第二部的规划 毕竟第一部 以8000万美元的预算 收获了全球4.16亿美元的票房 是巨大的商业成功 另外根据小道消息 木乃伊的成功 也催生了迪士尼 关于加利比海盗项目的研发 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过就他们调性来看 确实有相似之处 都是把乍一听很恐怖的东西 用幽默的说法 处理成大众容易接受的轻松诙谐风格 而且在特效上 都是一大亮点 我之前也做了加利比海盗系列的解说 没看过的小伙伴 可以去翻看一下 好 这期的观说电影就说到这里 下期说一下木乃伊前传 巨石相增的蝎子王 如果喜欢观人的解说 请多多点赞加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